关闭疫情重创禁忌 企业挣扎求存 员工担心饭碗不饱的同时 社会也会出现一群对前景彷徨的毕业生 对他们来说 好像刚毕业就失业一样 为了帮助他们 政府推出了心心相连毕业生实习计划 企业的反应是相当的热烈 至今已经有超过6400家机构表示 愿意接收实习生 能够提供一共35000多个实习机会 这已经远超出当局预计 会前来申请这些工作的毕业生数量了 好 那我们马上来听听两位毕业生的故事 20岁的欧千怡 两个月前从淡马西理工学院毕业 逐修酒店与旅游管理 毕业前 他曾在一家旅行社实习半年 实习期间碰上冠病来袭 他目睹了旅行社被疫情挤压 生意因跨境旅游停摆而一路猛跌 员工工作难保的惨状 旅游业短期内复苏无望 欠尽堪忧 千怡毅然决定转换跑道 找寻新出路 我看到了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我会转入到Marketing或HR 在这个期间我已经申请了大概100份工作 我找的没有跟我专业有关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继续 苦苦寻工一个多月 他只收到三四个回复 主要提供实习机会 这对欧千怡来说 吸引力不比全职工来得大 Full-time job 有CPF 有medical benefits 有leave 全部都有 所以如果找得到 我不会考虑traineeship 可是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 我会去sign up fortraineeship 其实觉得有一点失望 也很着急 我觉得找不到是因为我没有经验 我专业不是在这个three areas 眼看身边一些朋友选择申请进入大学 千怡认为 先工作可以边存钱边累积社会经验 也能更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再做升学决定 索性她的耐心等待终于得到回应 来临星期一 她将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担任人力资源兼营销人员 开启事业第一章 疫情重创各行各业 不管是理工生还是大学生 都同样面对找不到工作的窘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毕业生胡慧林 过去一个月来积极投履历 但投了十家公司至今都没回应 虽然心急 但她不敢操置过急 找的结果还不是很理想 可是我知道这段疫情期间 他们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答复我 还是想要找到一份跟我读的主修有关 然后薪水方面也是没有什么降低要求 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当上公共服务 或社会服务人员 所以等待工作期间 她参与了两项志愿活动 一个是分派食物给独居或出行不便的老人 另一个是和小朋友线上互动 让他们的家长有时间完成家务 专心工作 在这两件活动里面 我其实学到了不同东西 就是怎么与小孩子们沟通 然后在分派食物的时候 我了解了独居老人的生活环境 然后这个两个的心愿能让我就是 就是未来如果从事公共或者社会工作的时候 会有帮助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不到这儿 欢迎你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实事面部》去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